我們經常聽人說把中國的老百姓形容為韭菜 能伸能軀能隱忍割掉還會重新長出來 不過中國還有一句俗話叫兔子急了還會咬人 那麽在無數的韭菜當中 他偶爾也會出現一些相當硬氣的角色 聽到這大家都可能覺得好笑 一顆韭菜算他再硬他能硬到什麽程度 這麽說吧 在這顆韭菜去世以後 他的墓地都成了中國的敏感地帶 在他的墓前甚至還被安裝了監控攝像頭 但凡去祭奠他的人都會被警察帶走問話 那麽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聊一聊這位硬到斷腸的韭菜 在2008年7月1號上午 有一名來自北京的韭菜 攜帶了8個自製的汽油瓶 替捕刀、防毒面具和催淚瓦斯 來到了位於上海天姆西路600號的 札北區公安分局大樓 這個韭菜先在札北區的花壇上 投擲了5個汽油彈 點燃了花壇吸引保安前去救火 趁機潛入了大樓 進入大樓之後 他用隨身攜帶的替武刀的刀柄 敲韻了一位大樓的保安 隨後又在樓內用刀殺害了6名警察 另外5名警察被扎傷入院 很快他被多米警察制服之後 被反靠在21樓的一個辦公室裏 這棵韭菜他一句話也不說喘得出氣 喉嚨裏不斷地發出呵呵的低吼聲 兩眼通紅雙手和白色的T恤上 都沾滿了鮮血 面對2113辦公室裏面指著他臉的槍 這位韭菜平淡地說 你開槍把我打死吧 我已經夠本了 這棵韭菜沒有一絲的恐懼和忏悔的意思 說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已經猜出來了 我說的這位韭菜呢 就是在2008年造成轟動全國的 楊家襲警案的主角 不過呢 我還是希望和大家來聊一聊 和中國官方的報道不一樣視角的版本 官方的宣傳給楊家的關鍵字就是 學歷低沒有正當職業 暴徒喪心病狂窮凶極惡泯滅人性 但是楊家在民間卻獲得了廣泛民眾的支持 甚至一度被當作英雄般的崇拜 他給我們做的榜樣 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楊家是訪明的英雄 這個是絕對是定下來的 所以我希望和大家聊一聊 與央視報導不同的 另一個視角版本的楊家 根據一位權威人士的透露啊 楊家被捕之後在一度拒絕配合警察做口供之後 他首度解釋自己犯罪的動機的第一句話 就是有一些委屈 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 那我寧願犯法 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 那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而後楊家被法院判處了死刑 整個悲劇共造成了七個破碎的家庭 一切都源自於2007年10月5號 傍晚的一件小事 那天楊家來到上海 騎著租借來的一輛自行車 在路上被警察也攔了下來 那麽這個過程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啊 官方在庭審的時候公佈了一段錄音 並且表示這段錄音經過的鑑定沒有剪輯 但是我們基本上找不到這些錄音 只能看到媒體報導的文字 那麽這個文字是這樣寫的 在錄音當中 民警說 小猴子請你停車接受檢查 楊家表示有些抗拒 馬路上這麽多人 為什麽你單單挑我 民警回覆說 我們一過過來啊 請你先下車接受我們警察調查 測試一下你的自行車憑證 楊家說這車是我租的 接下來民警說 請你把租車的憑證交給我 你拿個紙頭那麼遠 我能看得見嗎 楊家又挑釁著我回覆 你看不見你指什麽法 於是就產生了口角 被帶至了警察局 甭說上海北京他也這樣啊 你看那個租車亮亮都是有牌子的嗎 警察他是知道的 所以楊家這個車合法的他明白 他是什麽呀 找一些啥說你這個沒有牌照 最後他們編出來的 說你這沒有牌照得帶到帕爾索去 實際上呢就是找一借口帶到帕爾索呀 想修理他一下 所以楊家一點都沒有錯 完了他非要帶到帕爾索 楊家就問他說 你能不能出示一下你的證件 他認為你這個小鬼和我們頂藏 他想修理你 就是說這個警察實際上是個無賴警 實際上你說看一下你的證件 這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且我希望每個公民都這麽做 你比如說我走到哪兒 你盤插我的時候 你是誰你出示一下你的證件 警察本身就知道他這車是合法的 就是想把他騙到帕爾索去 那麽根據楊家表示 在這個紫江西路派出所裏面 遭到了8名警察的毆打 我這事只有我知道嗎 你為什麼不讓我說呢 而且你們警察 確確實實實的打人 為什麼不承認 其實你說打了 對方說沒打 但是打魚沒打 每個人都心裡明白 我再說句不好聽的話 這個警察打人呢 他也 也不是罕見的 不是罕見的 因為楊家曾經有過一次被警察殴打的經歷 另外呢 楊家的母親呢 是一位訪民 他常年的和上訪的部門呢 和警察打交道 楊家很難沒有了解到母親的經歷 和平時的抱怨 不難想像 楊家討厭警察的抵觸情緒 是從何而來的 不過呢 在央視的報道當中啊 堅決不承認警察有任何打人的情況 強調警察是合理執法 2007年165號晚 楊家其一輛無牌無鎮的自行車 途徑札北區一路口時 被派出所懸罰民意監查 因其拒絕出示身份證件 和急公所及自行車來源證明 造成市民的一關影響交通 遂被帶至派出所做進步調查 查清情況亦放棄 事後楊多次向市公安局和札北公安分局 督察部門投訴 並提出開除相關民意公職 賠償及精神損失費等要求 賠償分局督察支隊經過認真核查 認為民警執法依法永居無骨大之處 兩次不應對楊進行輸檔確認工作 但楊均不以致 最終採取極端手段報復動盡 那麽如果央視的報道屬實 警察是合理執法 而後楊家懷恨在心九個月後提刀血洗警局 那這個作案動機顯然有些不那麽合理 那麽有一部分堅定的相信警察沒有過錯的人 他們認為這個楊家這個人肯定不正常 要麽就是什麽反社會人格 要麽就是精神有問題 那麽精神病又會被判死刑 這顯然又太矛盾了 在官方的宣傳當中 楊家母子被塑造成了破辣的形象 說這個楊家母子二人 在這個靈禮當中經常因爲一些小事 和他人起衝突 不過呢民間採訪鄰居所說的看法 又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 為什麽想起楊家 因爲這個孩子從來不說謊 楊家那孩子反正又說推著就修車了 不愛說話了 不推言語少 挺實惠的 好那麽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楊家母親的視角 在楊家母親的眼中啊 自己的兒子啊 什麽樣的人應該是最了解的 其實他也這個孩子非常好信仰 在網上看到有人要買電腦配件嗎 他自己的不是原來有個舊電腦嗎 他說有零件能使 他說既然有人要呢 就給人家送過去了 那麽沉的東西 他扛著去的 扛著去以後他到上海呢 就是扛著去人家又沒要 沒要以後呢 這個孩子他就 我們家生活也不是不富裕嗎 他就不想把那個東西就是扔了 然後他就又都給 都給把那些東西又飛回來了 楊家媽媽眼中的兒子啊 就是這麽一個老實孩子 那麽楊家的姨媽說啊 曾經看到楊家的母親 隨手扔一個冰淇淋的包裝紙 楊家都會埋怨他的母親隨地扔垃圾 然後把這個包裝紙撿起來 扔回到垃圾桶裡去 平時過馬路的時候啊 楊家一定會走這個人行河道 從來不闖紅燈 哪怕路上沒有車 也要等信號燈變了才走 從靈里的視角來看 怎麽也不像是一個經常因為小事 會去和別人起衝突的這麽一個人 另外呢 楊家的母親啊 一直有一個遺憾 他只在行刑之前見了兒子一面 在他去看兒子的時候啊 雖然兒子的嘴上沒有說 但是呢 他看出來兒子的眼神就是在問自己 為什麽這麽久了都不來看自己 自己都要被判死刑了 為什麽媽媽這個時候才出現 那個我沒有事 我說我挺好的啊 我說我沒有機會來看你 結果兒子就坐那兒 不理解我那個感覺啊 我當時好心酸 我給感覺就是他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這麽大的事情啊 這麽好幾個月你幹什麽去了啊 你怎麽才露面啊 雖然沒說 因爲我兒子他不怎麽愛說話嘛 但是他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感覺 你幹什麽去了啊 我都判死刑了你怎麽才出面啊 哎我非常傷心 現在想起來就 就是這個國家給你造成這麽大的遺憾 楊家的母親並沒有把自己為什麽這段時間 都沒有去看楊家的這個原因告訴楊家 我沒敢告訴他我關起來了 我是怕他在裏邊情緒不好 萬一都是他們的人 你想想他我就怕他吃虧嘛 那麽楊家的母親為什麽這段時間不去看他呢 是因爲楊家的母親啊 在楊家犯案的當天 7月1日的晚上就被北京朝陽區大臣派出所給帶走 他一直以爲帶自己去呢 只是爲了去了解一下情況 有可能第二天就會讓自己回家 楊家的母親一度以爲警察帶他走呢 是因爲自己上訪的案件 沒想到這一去就不返 直到11月23號才被放出來 被關的143天當中啊 楊家的母親被強制的送進了北京安康醫院 強制性接受精神病的治療 我就是想我沒有問題呢 你不可能這個法他給我拘禁想的非常天真的 根本沒想到這個國家他會怎麽這麽幹 他說您說的那個不就是黑社會了嗎 我們不會那麽幹的 我說那就好 當時就抽血化驗完以後就回去了 然後就說吃藥嗎 我說我沒有病啊 我為什麽要吃藥呢 他說有規定的 到底都得吃藥的 我說我沒有病 我不會吃藥的 我在外面看病 我是有知情權的 換班以後來了一個人 就非要讓你吃嗎 別的班不吃 我這個班你得吃嗎 他說我這個藥也沒有什麽關系 就是治睡覺的 我說我睡覺沒有問題 你爲什麽要讓我吃藥呢 然後又過了一個班 你那特別厲害 就非得讓我吃 別的班不吃 我這個班你必須得吃 我不管你那個 他又說那不行 那你就得吃 我說你要跟我犯魂不講理 你看到那個巧妞沒有 我馬上就轉過去 進去了以後 他隨時在找你的茬 隨時想給你打一種藥 隨時想給你打針 就是像釣魚之法似的 他就引用你 引用你 然後你稍微一有點做 馬上他就給你來點 就是讓你情緒失控 或者就是讓你怎麽怎麽著 重新給你製造點這個什麽 然後你要上當以後 馬上 那他就找到機會了 有的人他今天不懂 你爲什麽關我 又哭用膏 又踢門又摔一下 行 你這神經病表現 就是神經病 他馬上就就給你打針吃藥嘛 有一個人進去了 也是哎呦哭用膏 不行 你們給關我 什麽這麽這麽的 你在這個地方 你插翅飛的出去嘛 你也不看看那個地方 完了我就說那個意思 你別鬧 鬧什麽有用的 他就什麽鬧鬧鬧 到晚上三針 第二天老是接了 那麽其實不難想像 楊佳的性格 如果得知母親被抓進神經病院 很有可能又會有其他的過激反應 所以母親沒有告訴楊佳的擔心 是很合理的 咱們可以從楊佳的母親 接受采訪說話的邏輯來看 大家會覺得楊佳的母親 看起來像有精神病的樣子嗎 那麽中共到底什麽理由 把他的母親抓起來 官方沒有給出任何的理由的解釋 那在我們看來 應該就是當地處理上訪人員的 一個過激的反應 因為他曾經有上訪的歷史 再加上兒子經歷了這個事情 所以當地的部門就覺得 不管怎麽樣 把他控制起來再說 反正不會錯 我侵犯了他的人權 這個是個小事 但如果楊佳的母親 不被控制起來的話 對媒體透露太多的信息 造成不好的輿論 這被上級再追究下來了 那這就不得了 楊佳的案件是7月1號發生 到執行死刑是11月26號 期間只有四個月不到 並且經歷了兩次上訴 有過打官司經歷的人 大概都了解 中國的司法效率 從來也沒有如此的高效果 但是我們要說 楊佳持刀闖入警局殺死6名警察 是不爭的事實 他製造了破碎的家庭 包括自己一共是7個 但是楊佳在民間卻獲得了 廣泛民眾的支持 甚至一度被當作英雄般的崇拜 怎麼可以被視為英雄 這個讓很多人沒法理解 我來給大家舉個例子吧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前兩年中國大陸 有一個 昆山龍哥正當自衛的案件 一個名叫社會我龍哥的黑社會的成員 因為交通糾紛 趴跑到車的後備箱裏 拿出一把砍刀來恐嚇那個騎自行車的人 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刀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被對方撿起來反殺 對這一類黑社會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他們這一類人呢 只不過平時囂張慣了 糾紛當中 其實他也沒有說真的要殺人 只不過是想拿刀出來嚇唬一下受害者 只是因為平時囂張慣了 但是他被反殺之後 幾乎聽不到有人惋惜他 也沒有人惋惜龍哥破碎的家庭 大多數人眼中都認為這個龍哥死了活該 那麽引用魯信先生評價孔一己的一句話 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人天生都是有偏見思想的 在一些老百姓的眼中 特別是那些上訪的那些訪民 這六個警察 他代表的並不是這六個警察個人 而是代表的公權力 管你是警察官員還是什麽 一個個的都和那個龍哥一樣很可惡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楊家的反殺 按照中國有句俗話說什麽講 叫因果報應 甚至有人還留言說說這些警察 你們入黨宣誓的時候 各個宣誓過 誓死效忠共產黨 那麽今天你替這個黨替這個體制挨刀 也是死得其所 也是兌現了你的誓言也值了 當然我們說回來 這種現象他一定是不正常的 但是一個公權力 怎麽會給老百姓留下這種印象 那麽這個政府是不是 應當去檢討一下自己 曾經到底做了些什麽 那才會讓老百姓對自己有這樣的印象 另外呢 上述這個楊家的視頻當中 楊家未必一定是一個壞人 這個話要怎麽解釋呢 可能大家聽說過啊 學校當中有不少被霸凌的人 像前段時候一個馬家爵的事件 被霸凌逼到了極限 最後採取了極端的手段 甚至就是我們大家都熟知的那個徐曉冬 也曾經因爲校園霸凌的事件 拿刀捅上了好幾個同學 萬幸沒有釀成更進一步的慘劇 或者說徐曉冬 其實就是低配版的楊家 那麽今天我們了解徐曉冬的人 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那麽這個楊家 其實也是這麽一種類似的 被警察霸凌後 採取的極端的手段 我們看一下腦洞 假設楊家的爸爸是薄熙來 這件發生在上海的案件 發生在重慶 恐怕到時候會上訪了 就是那些受害的警察的家屬了 他們可能就會經歷到楊家母親的待遇 這其實就是中國的遊戲規則 卻讓我兒子 把這個委託書寄到沒人住的家裏頭 你們這不是誠心 這是什麽呀 你們就是陰謀啊 是吧 這時候在欺騙我欺騙楊家 剝奪了楊家委託權 是不是 所以你們每步都在違法 我說了 你們就是故意把楊家殺害了 楊家的這個這個過錯 沒有你們答 楊家的罪也沒有你們答 你們所有這些違法的事情 幹的比楊家多比楊家大 所以說我說真正的罪人是你們 那麽按理說發生了這類的事件 正常的民主國家 立刻會有相應的立法 比如說警察應該會對自己的執法 進行檢討或者改進 不過好像在我印象當中的確改進了 在09年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過這個雜北分局 當時進入的時候呢 需要安檢 我就很奇怪 這是我這輩子的第一次 到這個警察局需要坐飛機一樣進行安檢 那我當時想 哦是因為當時楊家的事情 可喜可賀 改進的呢 是老百姓啊 進入警察局的這個安全措施 保證你再帶刀是肯定是進不來了 至於警察執法的各種問題 是否得到了改進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麽說到這 大家還記得前幾天 邪警強迫大學生刪除他闖紅燈視頻的那個影片嗎 我說在這個法治國家去威脅別人刪證據的屬於重罪 那我說這兩個邪警在中國最多也就是開除不會被判刑 結果沒想到最終的處理結果是連開除都沒有 只不過對這兩個邪警進行了降級 扣除了全年的獎金 你比如說很多臺灣朋友就留言說 如果臺灣發生這類的事情 那一定會是驚天動地的大新聞 然後長官出來道歉的一堆政府官員出來道歉之類的 中國完全看不到甚至連視頻在中國大陸都不可以被上傳 那麽這種情況下 完全就沒有能夠吸取到教訓 那說明同樣的事情還是會繼續的發生 那麽下面呢 我來說一下我對這個楊家事業這個觀點 其實在國內的大多數的朋友接收到的信息 就是認為這個楊家是精神病有問題 那麽這些被受害的警察好無辜 沒錯 這些受害者的警察的確是很無辜 因為出問題的是這個體制 並不是這些警察 換成任何素質最高的國家的警察 放到中國這個體制當中 也一樣會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一個好的體制可以把人性的善放大 而一個不好的體制 卻可以把人性當中的惡無限的放大 那麽今天就跟大家聊是吧 謝謝大家